接著請盧偉妍名所質詢 好 謝謝院長 有請我們行政院蘇院長 還有交通部的王部長 好 王部長請 委員好 好 院長 部長 這個我想應該是已經第三次 在這個特別針對交通方面的質詢 跟兩位來談整個桃園整體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總是覺得 現在看到很多的一個救市區 我們不斷的在補破網 在解決它的問題 很多相關於交通的問題 我們都會常常在想 如果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如果怎麼樣 所以現在對於很多新開發的一個區塊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新能夠用到 還沒有犯一些 不管是不應該的一個錯誤的部分 我們大家來集思廣益超前部署 那我在這裡要特別這個 這個 在上兩次質詢 我針對於 中豐北路交流道 跟大足交流道 大足交流道 高價的延伸 當然我也聽到 我們的院長 部長 這個目前都有進度 中豐北路交流道 這個 部長你知道嗎 中豐北路交流道 講 論 現在 剩開 請 不確定性還蠻高的 如果發包順利 你們目前要多少的時間 可以完工啟用 你們預估 114年年底 114年底 其實我有跟你們 基層人員討論過很多次 我們希望這中間有一些 你們估的比較寬鬆的部分 能夠加速 最主要 我們跟你談的中風北路交流道 跟大族交流道的 一個延伸的主要的一個部分 是針對整個桃園市 未來商業的中心在輕浮 將近五百公頃的一個發展 非常相關 不管我們中央地方 很多的公共工程 都已經進去了 有些已經開閉完成了 那私人的一些大企業 大商場已經營業了 所以這是非常急迫的需求 再三兩次跟兩位 這個拜託的交流道的部分 就希望車流能夠順利的進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談一談 車經過了 要有停車位 大家能夠放得安心 人才能夠留下來 這也是我們地方的一個發展 很重要 所以我在想 現在整個一個輕浮的特區 這上面一個檢視的圖 車流慢慢進來 尤其要在大型的活動 但是現在大型的活動 很多的區塊是偶一為之 但是像我們的譬如說棒球場的一個部分 大概每一年 如果正常球技 超過五十場會在這裡 所以它這個變成已經變一個常態了 車進來 停車的問題 還有機會 有些的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們是不是能夠多做一些 尤其是政府的土地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討論這個 這是十月三十號 這個不久之前 就是桃園市 因為很久沒有辦大活動 辦一個Halloween的一個晚會的一個活動 那在戰前廣場 大概把可停的面積 大概停的滿滿一個現況 那這樣的一個停車量 其實在整個青浦的一個地區 平日就很多車進來了 因為越來越多的一個商業空間 已經建立起來了 到了假日或者活動 甚至棒球固定的五十天的一個比賽 它的車的量是非常非常大 停車位不足的 是真的是現在的問題 在青浦我們去調查 跟桃園市政府調查 青浦的空地 有三十四塊大面積的空地 申請作為停車場 但是我扣掉那些為了結稅的 就在青浦高鐵站 桃園高鐵站周邊的 也有十幾場 將近兩千輛的車 那活動的時候車輛更多 我就請問一下 就是說對於這種新興的一個都會區 我是能夠還有很多的機會 在公家土地的運用 我們是不是能夠 是公家的土地的話 能不能不管我們要做什麼 多做一些停車場 我想院長你對這個看法 有沒有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這個道理我是同意的 OK嗎 其實我剛剛坐在那邊 看那前五十分鐘 我覺得很甜蜜 你都同意 我也希望你能夠多同意一些 那部長 你看一下 這個部分 因為是我親自拍的 當然雖然是兩年前 一場棒球比賽 旁邊兩個空地 我要談的問題是什麼呢 旁邊兩個空地 我自己一個一台車一台車去算 這兩個空地 停了一千七百輛的一個汽車 不算路邊 又停了一兩千輛 一場棒球比賽 當然的是季後賽 那棒球場就在這後面 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在談的問題 我真的很擔心 當年青浦棒球場 蓋的時候 因為蓋得很急 經費要報銷有實現 七十個停車位 七十個停車位 那時候大家就在說 旁邊政府的地還很多 好那就等 就等等等 等到那天院長在現在的A區 A區啊 會展中心啊 也挖掉 也沒了 也現在的A區啊 也不能停車了 要做桃園的會展中心 那對面呢 也準備發包 要做這個創園中心 現在的B區 也規劃做五星距離館 因為我在想 如果這些政府 可以管控的一個地 如果都沒有一些公共責任 公益責任 甚至政府要去解決 如果我們都不做的話 我們去期待 說民間的建商要蓋房子 你除了你的住戶之外 再多挖兩百個車位給我 坦白講在台北市 我看到有些社區是這樣 可是桃園 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部長 你們對於這種新興開發區 真的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想法 到底可不可以使上什麼力 我跟委員報告 的確 你們剛剛提到三十幾塊基地 這個叫臨時停車場 就是建地還沒有開發前做臨時 但是一塊一塊的用掉 這個空間不見 那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 慶浦地方哪一些是停車場用地 如果停車場用地 你它本身就可以直接開發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建築物輔設停車空間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事實上 跟地方政府也有 過去很多討論 就是說 可以增加一些 然後地方政府透過容積 獎勵的方式 把多的停車位做出來 變成公共停車位 大概朝這幾個方向再進行 這個委員 我很同意你這個講法 因為 你公共的不做 叫私人去做 那是出一張嘴巴叫人家負擔 救助好人戲啊 我不同意這樣 我你記得嗎 上次我去看那個屏東大五 榮總 高雄榮總屏東訓練有沒有 我第一個就問他停車位 因為來看病的 來陪病的 這個最需要第一個就停車 你停的老遠 再走過來他都已經來看病了 所以我就問停車位 哇把我罵死 說去看醫院 不問醫院問停車位 所以我是這樣 今天交通部也在這裡 公共工程會員會也在這裡 委員講的有道理 第一 公共的要趕快努力建設 停車 而且大量做 第二 不管是公共建築也好 室友建築也好 地下能夠做停車 盡量挖 要省那個預算 好 這個 當然是院長支持這個理念 我這個是我自己走過來的經驗 像這個以前 蓋一個體育場 你趁著還沒有體育場蓋 先蓋停車場 結果體育場蓋好了 怎麼再蓋停車場 不能蓋了 好那接下來問部長 部長其實我講了這麼多 其實跟你有關的 在這一棟 這棟是你們跟這個民間 冠德環球環球中心 一起核建的鐵道局 我們就是期待啊 你跟他核建的時候 能不能多幫外圍可能的發展 說一點話 你要留給建商 他去評估 我要多蓋一些 我告訴你 這是我兩年多錢造的 現在已經開始市營運了 七樓以上全部賣掉 全部賣掉 大概有100戶沒有停車位 就是說每天固定回家的人 有100個就要停在外面 然後樓下來 只剩400多個停車位 他要做百貨商場 現在只市營運 四樓到五樓啊 每天都在堵車啊 所以我想直接講今天的主題 我就拜託 那來不及的 我只是complain一下 現在正在 招標的70年的經營權 我真的要拜託啊 我今天不講你硬體蓋上去70年 我在旁邊那時候在講的時候 沒有意義嘛 70年10公頃 你要招標出去啊 所以拜託鐵道局今天也在嘛 鐵道局 鐵道局是這樣的 你們從鐵工局 你們兩個去合併的 本來都是工程單位 都是專業的軌道工程單位 在107年合併之後 108年高鐵五個站 土地一決散 你突然變成土開公司的老闆 土地一大堆 你本來是做工程的 現在土地要開發 我真的要在這裡把話說在前面 你沒有經驗 你可以去問 地方政府他需要什麼 這個城市要如何發展 你幫他多享20年 你要租給人家70年 結果我現在一問 你們的標案寫了一清二組號 人家還問你們 人家問你們說 這個我們停車位 要不要考慮到高鐵 或其他部分 你們怎麼回應啊 我直接跳過 你們怎麼回應啊 你們直接回應內容 人家直接這次招標 人家問你喔 要不要包含其他 要負擔站外的 不足車位的這個部分 你們這樣招標 你還跟人家解釋 不需要啊 你們說不需要啊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你們說 來你們怎麼回的 說如果屬台灣高鐵公司的 停車場他自己去弄啊 那其他的部分 就按照我們的相關的一些規定啊 你自己滿足內部的這個部分 我們講了半天喊了半天 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嗎 10公頃 而且這10公頃咧 我帶回去看一下 這10公頃 你還包括了什麼 你還包括了 這叫做戰前廣場 所以院長你一定要聽一下 他把戰前廣場包進去 本來只有 附屬用力只有8.55公頃 你把它包進去 包給一個私人 然後再告訴他 這個職工金以內 你不用管別人停車 我就管你未來要蓋什麼 你要蓋多少 你想多少就多少 只要超越法定停車位 我的天啊 法定停車位是多少啊 所以我說絕對不能這樣的 而且 我剛剛事實上這個部長 我剛剛跟鐵道 鐵道局員已經先吵了一下 也吵一下 我說你們剛接到這麼多的土地 你們如果不會用 你們要多問一下 你們怎麼可以把這個廣場一起包給他 然後又告訴他 你不用負責外面停車位 所有的台鐵 新的只要戰區 戰權廣場 永遠是他第二期停車場下挖的空間 是一個城市發展到鬧局的時候 是一個最後的機會 你把這一次一包發包給別人 說不管你停車位 而且 你如果要坐在戰前廣場下面也可以 這樣怎麼可以啊 他的商業空間 假設要三千輛停車位 我未來的發展 我也要一千輛停車位嘛 那你留給我 了不起我政府蓋嘛 你把我用掉 這杯也算進去 這樣怎麼可以 這個我這樣子講 因為這個有一點複雜 但是應該也不複雜吧 聽得懂 不應該如此 不應該這樣吧 而且應該把那個 再撤回來 重新講 這個我已經交代多少次 這個交通部 部長在這裡 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也在這裡 以後 我們公的 不但不能讓他 去搭別人的 應該還做一點可以 給別人來用的 好 因為今天時間快到了 我相信這個 今天 因為院長在那邊承諾 我就比較安心啦 你們在整個開發的過程中 因為你們有比照組 現在桃園高鐵站後面已經 國泰已經開發了22公頃 但是他蓋的面積 大概是五萬坪 但是他目前做了三千六百個 汽車停車位 五萬坪樓地板面積 他有三千六百個停車位 所以你在審查這個時候 不是說 人家商人來隨便開架 我坐五百個六百個 人家22公頃 他的量體五萬坪 你現在給人家的標單上面是說 你可以蓋十萬坪 下次你可以蓋十萬坪 那你如果他提出來的車數 你們在裡面標單完全沒有寫 我覺得非常非常擔心 那最後 這個 也要麻煩你們 我剛剛也問了台鐵公司 抱歉高鐵 現在這是你們二期開發區 要過一個馬路過來到高鐵 你們現在只留了一個孔 叫做從地下B1 這邊B2寫錯了 接到了B1的月台 就這邊唯一 我剛剛講了 新開發區十公頃 十萬坪的樓地板面積 引來的人潮 我們希望他生意好 那你要讓他 還要讓他做過班馬線嗎 不過不行啊 因為他說到B1就是管制區 我希望院長部長 這個部分把我的建議 我待會再附屬資料給 要真的要做 你把所有的 這個我們公家的花包出去 通通管好 這個 這是 相關的 謝謝獨委員